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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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大脑就像一座藏着各种记忆的迷宫 失智症患者就像在自己的大脑里迷路了 他们忘记自己是谁 想不起来做过什么事 因为想不起来 他们就会越焦虑生气 负责照顾陪伴的家属 也会倍感压力 而谁能帮帮他们找到出口呢 92岁的陈永凯爷爷是军官退役 大半辈子的军旅生活 律己肾严 作习规律 健康与体能的底子打得很不错 上校退伍转往纺织厂工作 直到拉拔孩子们长大成家立业之后 陈爷爷心系着一家生计 不想着要去四处走走游山玩水 还又去担任公寓大厦管理员 一直到80岁才退休 没想到身子骨一向硬朗的他 81岁那年经医师诊断失智症 之后病况更是日趋严重 现在已经是极重度失智症患者 我小叔以前是跟爸爸他们同住的 那在照顾上面 我们回去只是看到爸爸一直在睡觉 就像说他大小便失晋 他明明是穿了尿裤 但是他大便在外面 走回来滴滴答答的大便在地上滴 然后回去他还不好意思让子女知道 自己躲在厕所洗那个免洗尿裤 然后当家属发现要帮他忙的时候 他又抗拒 因为其实过程家属的摩擦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阴影在 其实我们家庭的纷争 从照顾这一块衍生到 现在大家都不复不往来 许多人对失智症不了解 家人之间对照顾和治疗的方式看法不一 照顾责任分担不均 都会使照顾者感到心力交瘁 日子已久受不了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 就连照顾者自身的家庭生活也连带崩盘 根据卫生福利部调查 到2014年底为止 台湾失智人口大约有23万9千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02% 也就是说目前在台湾 平均每10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失智症患者 为了照顾失智症的家庭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特别开办了老来子家属照顾训练课程 及家属支持团体 希望能够帮助到失智症的家庭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让我们去看看 这里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 老来子家属照顾训练课程 及家属支持团体 来上照顾训练课程的家属们 得先把失智的爷爷奶奶 带到长辈团体活动教室安顿好 再到另一间教室听自己的课 他时常一个人待在家 然后对着电视发呆 睡觉 然后不喜欢出门 这样还有其他的状况 就是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会找不到他的健保卡 他以前是头脑很清楚的 然后现在他找不到 然后我们帮他找得相当苦恼 不晓得他到底是丢在家里 还是丢在外面 好可爱 给我喝 给我喝 我找到一地家来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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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好可快 好可怕 一直没有背 一直没有眼前 真奇乖 真奇乖 谢谢 好 继续 主任究竟什么是失智症呢 失智症是一个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因为大脑退化而产生的一个 渐进性变化的一个疾病 那这个疾病其实在初期的时候有非常典型的特征 是从近期记忆障碍 就是对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很明显的会有忘记 严重的一个静忘的状况开始 那整个生病的病程一般来说非常的长 大概是八到十年的时间 病人会从轻度中度一直到重度 甚至是演变到最后的极重度 然后完全失能的这个状况 失智症伴随特殊的精神变化与行为改变 不仅患者本身辛苦 照顾者更容易心力交瘁 变成另外一群急需被关心的潜在病人 生活中难免要去变一点隐隐症见 然后他就回来一直跟你重复说 那个人要拿你的症见 然后好像要去抢夺你的房子 或者变卖你的房 对 甚至他就跑到警察局去报案 陆续一些竹子马鸡累积起来 我才说服我自己应该是有状况 因为他会游走 会长逆 会重复讲话 然后呢 他很焦虑 然后他也曾经游走到金山 到永和 到国库纪念馆 这个我们都经历过 对 他都走都 他到天类呢 他还去天类啊 对 他自己去啊 请问组长一般失智症的这个家属 照顾他们会有什么样情绪上的问题 其实比较多的家属在一开始面对照顾这个件事情上 很多家属到最后都说能不能让我好好的睡一个觉 因为其实很多长辈他可能晚上时间睡眠时间不一定 然后睡眠状况其实不是很就是睡得很好这样 所以就变成长辈才有任何一个动作 家属就必须要起来去照顾 去观察一下这个长辈的状况 然后再来一个部分是当长辈的一些状况比较多的时候 他几乎24小时要跟这个长辈绑在一起 基本上他已经没有其他的一些社交朋友 对 所以他已经没有自己的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根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2013年的调查 百分之五十八家庭照顾者觉得自己没有休息时间 社交受阻 百分之七十四家属感觉情感耗尽 百分之八十为照顾责任争吵 百分之九十婚姻出问题 台湾失智症协会2014年更有一份调查显示 有百分之七十照顾者压力大到曾经有轻生的念头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对失智症照顾者的关怀指导起步得很早 1998年他们就开始办理老来子家属照顾训练课程 及家属支持团体 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还一堂家属照顾训练课程 给失智长辈参加的支持团体活动 更是每周都有 越慢越能够回馈给我们的脑袋 产生温泉 平静且放松的感觉 那现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时候的想法 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想到说 我还能在工作的这个阶段 我还能再帮他做什么 能换起他的生命力 因为其实失智症的最大重点 他都是不爱说话 这个老来子家属照顾训练课程 以及家属支持团体 究竟是什么样的课程 是什么时候开办的 基金会的成立是在民国87年的9月21号 我们其实当时就看见了 离万这个疾病的照顾的人 他们也是这些家属朋友们 他们会面对非常大的挑战跟压力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 最早开始的时候 刚才从基金会一成立 我们就非常关注照顾者这个议题 也在同年就开始 针对社区里面的这些照顾者朋友 尝试性地要办理一些照顾技巧 或者是团体形态部分的课程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多的是用这种大班制 就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们 可以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的一些照顾技巧 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 因为来参加的这些照顾者们 他们都有一些相同的同质性 他们有更深的一些 在照顾上面的需要 不管是心理层面 或者是社会层面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开始做一些 不同形态的调整 就是除了有这个大班授课 针对照顾的技巧的部分 做说明之外 我们也开始发展更多 就是比较属于小团体 这个部分的一些方式 让他们可以彼此支持 然后互相鼓励 然后形成一种新的照顾的动力 然后帮忙他们在照顾的 这条漫漫长路上面 可以继续地努力 每次两小时的家属支持团体 时间总是不够用 大家都有好多心情要抒发 也有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带到课堂来请教王主任 那么在家属支持团体 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 家属最常问的问题是哪些 我其实最常被问到的 跟最常听到我们的家属朋友 说的一句话是 为什么会这样 这句话的背后 其实当然也反映了 他们很多很多的震惊 然后跟很多的自责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罪咒感 因为他们初期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分辨 家里的长辈是生病了 或者是故隐给他们作对 可是一旦确认了说 长辈罹患的事实上之后 他们有一些心理上面 很大的冲击 他们会觉得很亏欠 也觉得对不起他们的亲人 为什么自己原来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耐烦 或者是生气部分的反应 失智症被称为漫长的告别 是一种无法被根治 并且会持续恶化下去的病 我们谁也无法知道 这条路一路走下去 究竟要走多久 照顾着自己要做好 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与心情调试 确定家人罹患失智症的诊断之后 您可以参与类似向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所举办的家属训练课程与支持团体 及早寻求照顾患者的资源 以及心理支持的支援 将可以减少照顾过程中的挫折与艰辛 父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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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欢迎欢迎 爸爸朋友来了 好 来看你 金家你之前有提到 你的这个公公 他是重度失智 那经常在家里会有 试睡 没有五金打采这种情况 所以在你去上了这个家属训练课程之后 你想到了什么样改善的方法 以前公公是军人 那他也很多的奖状 所以呢我就想 赶快把公公的这些资料找出来 那还有就是家庭的生活 我希望给公公一个正面的 因为孩子都很孝顺他 那他现在也是无忧无虑 以前他常告诉我们的话 我把他登录在这一本生命故事里面 作为他跟他语言的做沟通 爸爸你有几个儿子 三个儿子 大儿子是 二儿子是 三儿子 三儿子是 他在你做了这个故事书之后 你有发现到公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在导读爸爸的生命故事时候 我的小儿子 他突然爆出一句让我觉得很震撼的 他说天啊 我的爷爷居然是参加 战争的最后一场徐棒会战 那其实这一本故事书也唤起那个 就是自己的那个晚辈 能了解多么 以前爷爷的轰功伟业 是多么的吸引大家 我发现公公他对这些过去的努力 他觉得他很了不起 这也是常我夸张跟他讲 爸爸你很了不起喔 他都会说对 所以其实他们在短期记忆 可能没有办法记起来 但是在过往以前的记忆 他的努力 你可以马上呈现在他的面前 对他来讲吸引力很大 而且我希望我公公不要放弃自己 过去他这么棒 往后他也是可以很棒的 一起唱黄土笑歌可以吗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一起囉 预备 开始 词制者的状况会随着病程改变 照顾者要配合长辈状态 来调整照顾的方式 参加家属训练课程 可以从别人分享的照顾经验 激发灵感 发展出更好的 更适合自己长辈的方法 家有失智者 照顾者的耐心 爱心很重要 但总有不够用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状况 请您先不要自责 力不从心 有时不是孝顺 不孝顺的问题 而是专业的问题 接受自己的情绪和限度 好好照顾 爱护自己 多多运用社会资源 定期安排喘息和充电的机会 有快乐的照顾者 才会有快乐的长辈 从您个人的丰富的经验里面 请您对于失智症家属 要给一句最真心的话的话 您会怎么说 我们在这里很诚恳的呼吁 就是整个对于失智症者的照顾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 能够独立处理的 所以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照顾者的时候 也要特别提供这样的建议 是鼓励大家要走出来 走出来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参加团体 或者是参加这些训练课程 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当然可以对于照顾的资源 有更多的认识 同时也可以减少一些朋友 让这些朋友跟伙伴也成为我们的资源 照顾失智症患者是劳心又劳力的 在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各县市失智症协会以及医疗院所 陆续开办失智症家属的支持互助团体 以及课程训练班 让照顾者可以多与他人交流 倾土心中压抑的情绪 在照顾失智者的漫漫长路上 您并不孤单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七十岁的老母亲 散步到玉兽屋之前 却走进去跟仲介签下了购物合约 一间房子要价1600万 但是他回家之后 却完全不记得有这件事 等到仲介上门要求履约 经过你一再提醒他也是想不起来 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前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竹县竹东镇二重社区发展协会的 乐活幸福队 正在排演2015年年度大戏 《我的未来不是梦》 剧情内容就是提醒大家 要多多关心失智老人们 大家有心吗 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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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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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次我们篇这一出戏啊 意思我们就诠释说 今天这个失智老人 并不可怕 大家要关心他 大家要去陪伴他 然后在社区里面 也是算是一个场所啦 就是陪伴和关心的场所 有心的啊 万一熊77岁 在剧中饰演失智老人 由于照顾过失智的母亲 她揣摩起失智老人的言行举止 分外逼真 我妈妈也是私人的疑问 起初她做梦的时候 她也连在一起了 搞不清楚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不知道 半夜后来偷我的梦 偷摸摸摸摸摸摸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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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要开门 我说 妈妈 你为什么那么早过来 天亮啊 太阳那么大啊 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啊 要工作还不起床 我说 现在才十二点多了 那是月亮 月亮很亮 不是太阳 是吗 她会讲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有年纪那么大 应该就会搞不清楚 为了了解更多 关于失智症的问题 我们来到苗栗大千医院 拜访脑神经专科 林毅福医师 来寻求答案 林毅我们想请教 就是说 对这个老人家来讲 可能常常会有这个 健忘的状况 对 但是健忘跟失智症 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吗 他们最大差异是在哪里 其实一般我们多少自己 也都会有健忘的这个问题 一般我们把 一般的健忘 我们把它叫做良性的遗忘 就是说 它是偶尔才发生的 那一般老年人 有些还是会靠着 用笔记本 把或是记事本 把事情记下来 那他这样就可以提醒他自己 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失智的人 那你事后再问他这件事 他就完全忘了已经有发生过这件事 那在初期的失智症病人 有些也是会靠笔记本 或是记事本来 帮助自己说记住这件事 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 那他也甚至连笔记本 记事本这些都没办法用 对 那还会有什么同时 合并有其他行为的改变 或是情绪上的改变 个性啊这些 那个就是等于是 失智症除了记忆力这块 当然是主要的 但是除了记忆力这块的话 它除了日常生活的一些功能 它也会慢慢退化 那还有一些包括像 心理方面的像忧郁焦虑 这些也都会随着时间啊 慢慢出现 那甚至比较明显的有一些 像有一些行为的问题 那就像有些很半夜 会排起来 甚至要跑回家 虽然已经在家里了 但是他会怕说 这里不是我家 这些行为的问题 事实上这块问题 干扰家属最大 所以他会容易跟事实 做一个混乱的记忆 对就是对时间啊地点啊 人物这些他会感染 那些混乱的感觉 对就是对 麦翼熊在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出戏中 饰演失智老人 排练了三个月后 他惊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出现了失智症候群的现象 这样讲话会练 时间到一 可能一两天的讲话 讲不回来 马上会变成这样 马上会变成这样 习惯了啦 会习惯了 失智症候群的现象是 记忆越来越差 甚至完全遗忘 就像是忘记吃药莓 忘记水果已经买了 忘记回家的路 而就算回到家 也认不得自己的家门 因为我妈妈也是这样 我妈妈走到哪里去了 没有看到 她又坐车 坐到我姐夫那边去了 像她去她的里 新竹 这里坐火车 坐到新竹 新竹又要搭火车到富冈 富冈下车要到新屋 坐巴士要去那里 找不到 找到半夜下午去 找到半夜还在那里 那时候还不知道 还在那里找 后来到别的地方去 又有别的地方的人 又带她回来 回到家里 她不知道 她以为是 还是别的地方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失智症 其实是跟我们脑部的一些变化 出现一些变化有关系 这个可以跟我们做一下说明 失智症其实还是有分很多型的 那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失智症 那它其实就是 目前的研究报告主要就是 它在大脑里面有些老年斑 跟一些神经纤维残疾 神经纤维的纠结 然后还有大脑皮子神经 原来死亡的关系造成的 那它最常见的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像 脑部有个地方 很叫做海马回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的病理变化 产生的病理变化 那另外在虐月的部分 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我像这张图的话 像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脑部 那它这边 这个脑部其实都比较饱满 是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严重的阿兹海默症的病 它整个都萎缩了 像这边萎缩的地方 就被一些水取代 就变成一些黑色的空洞 那这个也就整个容积就变得很小 那像这样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在初期的话 大概就慢慢的会慢慢的 如果说我们有办法 一系列的找电脑断 掌握这盒子共振的话 就发现到它脑部的容量 是越来越小 有一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有些湿医症 其实是可以治疗的 就是说不见了 一定每个湿医症 一定都是阿兹海默症 有些像以前说的 假线失智症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忧郁症 它其实用抗忧郁剂 就可以改善 那还有一些像甲重线功能 低下也会产生失智症的症状 那你要抽血检查 知道了 那就给它补充 就会改善 那现在是比较少见 但偶尔还是会遇到 维他命缺乏引起的 那那个也是我们要 只要抽血给它补充 就OK 那当然老年人 除了失智症 造成失智症的原因 还有一些就是 脑瘤 还有水脑 那那个只要造了 电脑断层 你有发现 其实如果是良心脑瘤 你把它拿走 手术把它指出 水脑你把它引流掉 那它都可以改善 所以这些 可能说是可以治疗的 实际上 你一定要赶快先排除掉 那如果都 这个都排除了菜 把它放入到 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 尤其是现在这个 脑中风引起的失智症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实际上脑中风 是十大十英的第三位 所以其实那个比率非常高 那它如果中风在一些 影响到记忆的地方 或是执行功能的地方 那也一样会造成 失智症的这些症状 勤练了三个月的 二重社区乐活幸福队 今天来到新竹县政府 参加全县的社区阿公阿嬷 健康活力秀大赛 今天他们要用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出戏 来告诉大家 二重社区 对失智老人的照顾 是全面的 老人家都会忘东忘西嘛 明明吃过了 他说没吃啊 他说没吃 那有我们那天就证实到 哎哟 你刚刚有吃 但是就是说 也就是交代这一出戏的开始 社区买我来 真情买我来 他说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回家 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去社区啦 到社区里面 社区里面有打鼓 有那些可以学电脑 有扯鈴 有音乐 这样 也有唱歌 这个社会有失智老人 然后失智老人家也很关心 我爱你 我爱你 您是如果说 对这样的失智初期的患者来说 如果在照顾上面 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 目前就是不要放弃了 其实有药物可以使用的 那就是这样可以延缓病人的推化 他也可以规划 他比较后来的人生都可以规划好 那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有精神行为的症状 他可能会有一些妄想 尤其是被害妄想 或是有人偷他东西的妄想 那这个方面也是可以有药物治疗的 虽然药物有药物使用 但是我就是药物有它的极限性 目前还没有办法逆转这个疾病 说回到以前一样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会推广一些 被药物的治疗 包括像怀旧治疗 运动的治疗 音乐的治疗 什么放香疗法 这些等等这些介入 都可以让照顾者的 在照顾的时候会发现说 失症患者经过这些治疗之后 他的比较好照顾 心情也比较平步 比较稳定一些 所以如果是演戏的方式呢 您觉得怎么样 演戏当然就可以 但是就是要编排 就是要注意说 这适合这些老人家来演这样子 那当然他们如果能够 揣摩剧中的角色 然后因为那要背一些台词嘛 也要跟人家互动 所以那真可以增加 他们的人际关系 比较不会说 因为有些失症 有些退化的是 会比较萎缩一些 那就比较不喜欢跟人家互动 对 让他能够出来 而且又愿意去演 那当然是最好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家庭里面 照顾者要给他 喘息的机会之外 我们这个社区 或者是说整个社会 可以怎么样去协助 这样的家庭 其实随着时代进步 其实现在大家 对这个政治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意识到说 台湾其实不是一个 老年化的社会 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 可是也许以后 你就是被照顾着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 都去社区推广这些事情 那希望说社区的民众 对这个认知越高 那他们就 其实以内政不带 就希望说 一个社区 至少有个厂子 日照中心 能够照顾这些 需要照顾人 不定是失事者 但是失事者 可能是最多的 所以医师 你讲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很像我们二重社区 祖东那边有个二重社区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力量 整个社区一起来 鼓励这些失智老人参与 然后演出一个舞台戏这样 对 这样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大家整个社区 都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像很多走私的问题 那些其实大概就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都会付出关系 对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总算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了之后 其实大家对失事症 有更多认识 那你怎么样去告诉我们 这个一般的民众 就是说 对面对这样的失事症的患者 还有尤其是长者 你要用什么心情去对待他 因为他可能不是 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样子 总结一句就是爱要陪伴 然后呢就是说 你要当作说就是有一首歌 重新爱你 就是说我每一天 你不要就是要安慰老人家 你不要灰心也不要丧志 我们会陪伴你 每天都每天看到你就像第一次看到你一样 就像你以前小时候 你照顾我一样很有耐心 你要相信我 我会那个爱你 我会永远爱你 多给他一些鼓励 对 多给他鼓励 就是这样 就是要重新爱你 那如果说 像同样我们有一些家庭 第一次遇到老人家 有这个就是失智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可以给他们什么建议 让他们不要太担心 你就这样顺他 我就说妈妈的心 你就顺他 什么都顺他 他什么事他就不会生气 他就心情比较好 我们客家发生 有一种发生 老人像小孩子一样 楼民船水质 这是台湾第一个蒸汽火车头 藤云浩 在楼民船建设台湾铁路之后 开始服役 之后在1924年功臣身退 火车头虽然功臣身退 但他曾经做出的伟大奉献 我们永远感激 就像失智症的患者 也曾经同样为社会 家庭做出奉献 在他罹患失智症 逐渐忘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 感谢他们 照顾他们呢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 就算银法族也不例外 在高雄有一位长者 为了儿时的梦想 靠着自己的双手 打造了一辆又一辆的 迷你蒸汽火车 巧夺天工的技术 令人惊艳 我们来看今天的乐龄人生 我是林松雄 我今年已经71岁了 我一共打造这个蒸汽火车 已经有22步了 我虽然年纪这么大 但是我一碰上这个蒸汽火车 我的青春火力就涌上来了 如果火车对我来说 可以说是 不是说我一个很崇拜的一种偶像 我小时候那个时候 我家的那个后窗 刚好是一个那个混场 到了晚上 那个人尸骨里面有一种东西 叫做磷 这个磷一飘到空气中 遇到这个氧气 它会自己燃烧起来 变成那个蓝色的火点 在这个空气中一闪一闪一闪这样 老一辈的人就跟我们说 这个就是鬼火 小时候我们也碰到 每次下雨天之后 从那个混场飘成那个蓝色 我每次让蓝色走过 要摇到这样 这样 碎尸滴尾 人很惊恐地这样叫 那个时候 如果这个蒸汽火车 从那个铁路刚好旁边开过去 那个鲁式的大灯照射 就是把这个大地整个照亮 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 都点火哪有电 那个火车一开过去 那个铝色大灯 一照着大地很亮的时候 然后 这个顺势好带有转过去 好像顿时间把那些妖魔鬼怪都烧掉 我就感觉这个尖气火车 好像是无敌的宇宙战舰 小时候梦想着无敌宇宙战舰能拯救自己 长大后毕业于屏东工业学校电机科 创立了自己的车床工厂 从事机械模组设计工作 那个时候我这个联子工作 因为被大陆连价进口的联子打垮了 就是他们进口一斤是40块钱 而台湾的一斤做起来的成本要60块钱 那这样差了20块钱 就一个礼拜之内7天 前省的联子业马上就电话通知 工作马上停止 如果不停止的话 这如节 聊如节一定的 这个联子工作没了我就失业了 但是失业好像自己又有一种自卑感 那为了制造这种没有失业的假象 我就从事打造这个蒸汽火车 拧过半百 却面临生意失败的冲击 让林松雄陷入深深的挫败感 结束失业后 被迫提早退休的他 兴起了动手打造蒸汽火车的念头 细斗的接头接好 一打造这个火车我才发觉到说 这个台湾的蒸汽火车石 确实是起源非常的寒糊 朴素迷你 因为它许多火车都没有了 我一定要把它打造起来 才把这个台湾的铁道文化资产 抢救起来 那如果我不做的话呢 这个台湾的铁道石就这样被切断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火车引擎在运转 这就是死地分身气滑 然后我现在把它放进这个后退档 我现在是后退了 退休后生活 重新找回人生目标 立志要为台湾铁道流史 林松雄四处跟走 足迹遍及日本 澳洲和美国等国家 为的就是要搜集早期 有外国尽头的蒸汽火车资料 当时去找的时候 那个美国要保护他的智慧财产权 他就是不给你画图 照相也不要 一个老美个子很大 站起来比我这么高 用那个英语就把我赶掉 那赶掉我说 那我在那边看总可以吧 我不做笔记 我用什么办法呢 这个只有我太太知道 还有那个导游知道 我就在那边看 然后默契在我的心中 然后我把他洗手先去 蹲在厕所里面 这个实在说 用心良苦 就坐在那个码头上 就这样做笔记 然后把那个笔记折起来 再放在口袋里面 再出去就看那一部火车 那个老美 他不晓得我在搞什么鬼 林松雄突发炼钢 一点一滴搜集蒸汽火车的资料 但原本在旁协助的儿子林全佑 成家后 却因为经济生活压力大 不得不放弃了和父亲一起圆梦 结婚前跟结婚后就是有差别 面对当下生活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时间投入在这边 所以我这个像我爸的条件 退休 然后以兴趣的角度去从事这样可以 因为投入的话变全职 很长的时间 但是后面面对的生活 谁来支付 因为它毕竟就是一种文化工作 就要保存一个文化展览而已 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 所以如果说要专职 从事这方面的话 对啊 真的还没办法 因为我打造火车 我的条件跟飞链打造火车的条件不一样 我打造火车是用我自己的技术 我的时间 我的工 因此我打造火车呢 只是说 花了一些材料费 还有吃饭只有这样而已 我不承受不承穿 我不是存了很多钱的人 但是我现在要吃三餐是没问题 凭我儿子跟我女儿他们做的 给我的一些零用的钱 就足够我生活了 儿子眼中的父亲 是个使命必打的人 从资料搜集 研究 画图 再到车床模组打造 每个步骤 林松雄都严谨把关 制作过程相当艰辛 每辆火车 至少得花一到两年 才能打造完成 严格说画图是用理论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 过程当中都是失败了 失败就重新做 打造一半的时候 像是也没办法 那样是也没办法 有时候一个毛病 真的找了半天找不出来 因为它的过程 确实太困难了 就像那个登山 要爬上那个喜马拉雅山 爬到那个五千多公尺 那个没有空气的地方 去玩命一样 这个毛很大了 这个修起来要两三天了 就如刚才陈先生问我 你有半途想半途而回 那个心理吗 其实有这种心理 但是就是不忍 不忍说这个东西 就让它这样荒废了 所以就在研究 在试验 我会就这样待着几天 然后这几天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研究 那研究的时候 连吃饭的时候也在想 洗澡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躺在船上 也是这么一直想 那也一直想一直想 总是会想到这个方法 一头栽进蒸汽火车的世界 林松雄 扎下120万劳保退休金 20年来 共打造了22辆的 各式各样蒸汽火车模型 而且除了展示之外 更兼具娱乐的功能 每个人的使命感真的不一样 有的人是为了赚钱 那有的人为了是一种 自己的一个目标 要把台湾的火车室 全部都做完整 非常的坚持 他对一个设定的目标 非常坚持 对 一定达成目标 今天 他受邀没门的一天地 在曾经是台铁老宿舍的沥水街 为花了两年时间才打造完成的 阿里山直立是气缸蒸汽小火车 做首行 并开放给民众搭乘 让民众感受旧日时光 那个火车是那种真正的火车的缩小本 我觉得很像那个大萝卜拿那个缩小灯 来把它放下 那你知道这个火车 它为什么还会行走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因为它用那个装气行走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坐的人那种火车 因为现在的火车已经没有像以前这样子 而且是闻得到那个蒸汽的味道 它很厉害 而且就很坚持 我觉得很多台湾传统的东西都是因为老一辈的坚持 才能够继续留下来 很兴奋 也有点紧张 对 但我觉得也很感动 我们台湾在铁物定气化之前 都是用这个蒸汽火车 不管是民生或工业 都是依靠这样子的方式 那当然现在我们都已经很现代 甚至高铁都出来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新一代的人们都不能忘记 常常在生活的时候就碰到很多家长 带着他的儿子 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照片里面生着火 在里面生着火 就是用火把水煮成水蒸气 他很仔细地告诉他的儿女 教育他的儿女 那这个对我有一个成就感 就是说我做出来的东西 能够当这个科学教材 具有这个科学教育的功能 意义 这个就是我最高兴的成就感 来 挥挥手 很高兴的事情 挥挥手 71岁的林松雄 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打造台湾第一步的蒸汽火车 彭林浩 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能够完成更多具有意义的老火车 为后代留下台铁历史记忆 当年等待被拯救的小男孩 如今化身为老舰长 林松雄驾驶着无敌宇宙战 为台湾的蒸汽火车留下身影 时间过得真快 又到了节目尾声 幸福营法赞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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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